美日澳三国的国防长是在夏威夷举办了会谈 针对这个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日益加强的议题 进行了意见交换 除了这个太平洋岛国之外呢 三国国防长也针对了台海局势是发表了意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氏表示了 中国在台湾海峡等地的蛮河暴行 让美日澳三国都感到相当的忧虑 三国也承诺将会在共同防御 共同训练还有防卫装备以及技术方面加强合作